学习对每个人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学习代表未来 成绩代表过去 学习成就人生 学习改变命运 学习可以致富 这些话语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学习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学习真的可以成就我们的人生 学习也确实可以致富 人生是一条射线 以我们的出生为起点 可以无限延伸 理想有多高远 学习有多勤奋 坚持有多长久 这条射线就有多长 我们的人生轨迹就有多深 价值就有多大 意义就有多远 人生到处充满着无数的道路 事业的路 学业的路 爱情的路 有崎岖 有平坦 有狭窄 有宽阔 也许在人生中 我们都只是一个过客 跟着千千万万的人向前走 不管是特立独行 或是创造新路 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未来 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勤奋学习应体现在我们生活和学习中的 每一个环节 按时起床 充分预习 认真听讲 积极思考 踊跃发言 及时复习 独立作业 敢于质疑 善于合作 勇于创新 摸索并掌握科学的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重视每一门学科 关注社会和时代的发展 并且坚持不懈 才能给自己的终身发展 奠定坚持的基础 创造成功的机会 每个人不可能永远都充满激情和斗志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激励自己 来保持激情和斗志 不要企图活在别人的激励中 自立才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没有人能真正改变你 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 苦难是一笔财富 它会锤炼人的意志 使人获得生活的真谛 中国有句成语说 苦尽甘来 另一句又说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些都是鼓励人 要经受住苦难的考验 在面对苦难的时候 要忍耐 要有希望 只有保持这样一种心态 才会走向人生的辉煌 积极的人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消极的人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态度决定一切 有什么态度 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性格决定命运 有怎样的性格 就有怎样的人生 远离消极的的人吧 否则 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 偷走你的梦想 使你渐渐颓废 变得平庸 拥有的时候 多加珍惜 无论是亲情 友情还是爱情 平安就是福 且行且息 且走且悟 人生之中 唯有自强不息 勇敢向前 方可走出一条 阳光大道 对于学习来说 苦中有乐 乐中有苦 苦与乐是对立的统一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正确 对待学习中的苦 不被学习中的苦 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压倒 从而信心百倍 持之以恒 只有这样苦中寻乐 以苦求乐 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 乘风破浪 奋勇拼搏 才能享受到胜利后 无限的幸福与欢乐 不要总是依赖别人 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而要依靠自己解决问题 因为每个人也有许多事要做 他只可能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 别人只可能帮一时 却帮不了一事 所以靠人不如靠己 最能依靠的人只能是你自己 不要别人看不起 从工作中得到快乐 从道德上完美自我 从情感上喜进千华 没有人是完美的 最完美的生活方式 就是不要被人看不起 我们不要害怕失败 要有屡败屡战的精神 把失败当成通往成功的垫脚石 当你遭受失败越多时 你就会离成功越来越近 当然你必须要有足够的 抵御失败的能力 并且不断地去努力进取 为了生命的过程而学习 其实学习就是 成长过程之关键 成长中一定需要学习 人都要在学习中成长 当国家和你们的家庭 为你们提供如此好的 学习条件的时候 你们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如果将人看作一棵树 学习力就是树的根 也就是人的生命之根 我们评价一个人 在本质上是否具有竞争力 不是看这个人 在学教时的成绩好坏 也不是看他的学历有多高 而是要看这个人 有多强的学习力 这是哈佛大学校长 讲的树根理论 成功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成功来源于 诸多因素的几何叠加 比如每天走路 比昨天精神一点点 每天行动 比昨天多一点点 每天效率 比昨天提高一点点 每天方法比昨天多找一点点 正如数学中 50%x50%x50%等于12.5% 而60%x60%x60%等于21.6% 每个成像只增加了0.1 而结果都几乎是成倍增长 每天进步一点点 假以时日 我们的明天与昨天相比 将会有天壤之别 成功从愿意改变开始 不改变 对别人没有任何坏处 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无论改变与不改变 与别人没有关系 只有做到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才能做到为社会负责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要选择 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 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事业 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 生活如果都是两点一线般的顺利 就会如同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 只有酸甜苦辣咸 五味俱全 才是生活的全部 只有悲喜哀痛 七情六欲全部经历 才算是完整的人生 有些人在激烈竞争的 凶涛骇浪中被卷走 从此一蹶不振 有些人却迎着风口 踏上浪尖上了岸 他们成功了 因为他们多了一份坚持 风口浪尖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绊脚石 而是垫高自己的基石 有人说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只要我们想到了 就要对自己说 我可以 我一定行 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 超越自己的格局 承担失败 吸取披露 重头再来 如果你一败涂地 从此一蹶不振 那你只能望洋心叹 遗憾终生 有很多烦恼和痛苦 是很容易解决的 有些事只要你肯换种角度 换个心态 你就会有另外一番光景 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挫折时 不妨把暂时的困难 当作黎明前的黑暗 想和聪明的人在一起 你就得聪明 而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长处 你就会成为聪明人 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就得优秀 而善于把握人生的机遇 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机遇 你就会成为优秀者 学最好的别人 做更好的自己 借人之志成就自己 此乃成功之道 我们自身的资源是有限的 但我们周围的资源是无限的 要想成功的人 就要有这种想法 从现在开始运用自身的资源 运用周围的资源 运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也许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沼泽遍布 荆棘丛生 也许我们追求的风景总是山崇水赋 不见柳暗花明 也许我们前行的步履总是沉重 盘山 也许我们需要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 才能找寻到光明 也许我们虔诚的信念 会被世俗的沉雾缠绕 而不能自由翱翔 也许我们高贵的灵魂 暂时在现实中找不到计方的净土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勇敢者的气魄 坚定而自信地对自己说一声 再试一次 现在的你改变不了环境 但可以改变自已 因为年轻 所以会经历一些事情 如爱情 如友情 没有人能够永远快乐幸福地过每一天 没有人能够坦然地面对 自己的坚强和软弱 让你成熟的是经历与磨难 让你幸福的是宽容与博爱 让你心安的是理解与信任 无论任何时候 无论做什么事情 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 但都知道 有这样一个人在等你回家 有这样一个人 能够宽容分享你的一切快乐和悲伤 能够看见你的坚强和软弱 别让我们的生命留下太多的遗憾 我们犯错 无论是无心还是有意 最后都必须要承受错误所带来的结果 或者是一种教会管束 或者是上天给我们惩处 好叫我们醒悟 及时回头 因此受苦也往往在无形中 化解了生命中许多挚爱困恶 帮助我们成为一位通达睿智的人 挑战人生绝不是这样 他会制定奋斗目标 而且会去努力实现它们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挑战 只有接受挑战 不断追求才能有充实的生命 才能体验到生活的美妙绝伦 所谓有志者是进程 正是这种人生的写照 有时候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 但是积极的心态 可以造就幸福的生活 可以选择把自己的事做得更好 而最终改变命运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 有努力就会有报酬 当你愿意站起来 给自己一些行动的力量 就算结果不如预期 但努力的过程与学习到的经验 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自己浇水 施肥 种的水果吃起来一定比较甜 流汗奋斗的生命特别可贵 意念是人瞬间产生的念头或想法 是一种灵感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有了某种灵感还不够 还要确立目标 树立信心 鼓足勇气 也就是说有了意念还不够 还要有信念 还要有过人的勇气与胆识 否则意念就不可能化为 自觉追求的动力 当然也就谈不上成功 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 而一切恶运也绝非没有希望 所以只要坚定信念 把信念作为一面旗帜 恶怨与困难就会迎刃而解 烦恼和痛苦也会烟消云散 受苦虽然有时痛彻心扉 却能刺激我们神智清明 性灵觉醒 再痛定思痛 之后教养我们的内涵 修正我们的行为 调适自己与天愚人之间的和谐 这便是一种进步 一种成长 生命因磨练而美丽 关键在于 人对磨练认识的角度和深度 应该说 磨练本身就具有美丽人生的功能 假若由于认识上的原因 反让磨练把自己丑化了 这就有点雪上加霜的味道了 除了磨练的起因之外 你只好谁也甭怪 鉴于以上原因 所以也并非是说 谁的生命都会因磨练而生美丽的 生丑漏者也大有人在 我相信 无论今后的道路多么坎坷 只要抓住今天 迟早会在奋斗中尝到人生的甘甜 抓住人生中的一分一秒 胜过虚度中的一月一年 如果青春是熏人欲醉的海风 那么自信就是这和风前行的路标 如果青春是巍峨入云的高耸 那么拼搏就是这山脉层层拔高的动力 如果青春是高歌奋进的谱曲 那么坚强就是这旋律奏响的最强音 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 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 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 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 战胜自己终有一天 你会煽动着梦想的翅膀 飞翔在蔚蓝的天空 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 离不开艰辛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如果我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那么我的未来一定充满眼泪和贫穷 我会为那没有笑声与鲜花的未来 顿足垂胸 哀叹自己的不幸 以后我不再为自己感到悲伤 我不再走在老路上 只要以积极的心态去观察 去思考 就会发现 事实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糟糕 换个角度去观察 世界会更美 避开折磨是生命的最佳选择 一旦躲避不开 就让折磨变作美丽人生的养分 此意是生命的最佳选择 之所以说此意是生命的最佳选择 乃是因为人们在陷阱折磨时 他面对的选择不止一个 比如说痛苦 胶着 失恋 迷茫 束手无策或一蹶不振 而这些选择 就没有一个具有积极的性质 皆是对人生的消沉与颓废 比起这些选择 唯有选择让折磨变作美丽人生的养分 方才算是最佳 怨言是上天的致人类最大的共物 也是人类祷告中最真诚的部分 抱怨就像思维的一种慢性毒药 在我们的大脑中毒的同时 我们的人生态度 行动被抱怨 这种强烈的毒性感染 在抱怨的生活中 我们的意志不断受到消磨 就像可以溃堤的蚂蚁一样 精神之堤 瞬间被生活的洪水化为乌有 人生就是生活的过程 哪能没有风 没有雨 正是因为有了风雨的洗礼 才能看见斑斓的彩虹 有了失败的痛苦 才会尝到成功的喜悦 人要比一米花智慧和理性 人想灿烂一回的理想 要比一米花更强烈 但我们却往往没有 一生都不屈不挠和努力 在遭遇困难和阻挠的时候 往往接受环境 给予自己安排的命运 人生的道路有几十年 但像一米花那样的 勇往直前的岁月真的太少了 用一生定要美丽一次的心情 去努力和坚持 每个人都会比现在做得更好 人生当自强 人的一生 总会遇见挫折磨难 但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走过了 便是一种收获 便会让自己成长起来 抱怨找不到工作的大部分人 并不是真正找不到工作 而是他们不愿从底层干起 他们的态度 就像社会欠他们一份工作一样 他们总以为政府或公司 必须为他们的困苦负责任 许多人从不想自己奋斗一番 事实上 绝大多数人只要肯从底层奋斗 都能有一番作为 一个人的成功 便取决于曾经见过什么人 看过什么书 听过什么课 有时一句话 一个故事 就会改变人的一生 每个人都具有成功的无限潜能 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巨人 只是没有人来唤醒 中文字幕作为 Assist